一个普通沃泰华人换房的一生 是非常不便的 那么沃泰华人的住房轨迹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一个普通的沃泰华人 怎样实现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高效地买到符合自己需求的房子 我们抛开大学前和父母同住 以及大学期间租房的日子 很多人人生买的第一套房子 都在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的这个阶段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在当趟贷款购买一栋condo 生活方便选择多 就业岗位也都在附近 很热闹 周五下班和朋友在当趟聚餐啊 party啊都很方便 那么这一阶段理想的购房社区呢 就有Sandy Hill Santatown 以及非常有名的Golden Trenco 第二阶段结婚生子 时间慢慢流逝 26岁到30岁 很多人呢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跟伴侣同居 开始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往往这个时候 事业也到了上升期 以搬离市区的condo 在市区周围或者市郊 买一座连排townhouse 白天专心工作 晚上回到家 在一个安安静静的社区里 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 那么这一阶段的理想购房社区呢 有沃太华 Dunton周围的其他社区 Westborough Central Point Helen Park City View Alta Vista 以及非常有名的 Balhaven 以及Kanata 第三阶段 经济富裕养娃公娃 时间继续流逝 到了下一个阶段 你的事业可能已经到了顶峰期 比年轻的时候呢 有了更好的经济条件 或许这个时候 你已经有了第二个 或者第三个孩子 家庭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 想到townhouse 可能已经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那么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 一 在同社区里呢 升级住宅 小房换大房 或者直接一步到位 远离城市 到郊区买一栋豪宅 住进一栋房子空间大 外面环境也是 与孩子玩耍 以成长的住宅 这一阶段理想的购宅区呢 有Dorbing Greely Manatee Riverside South 第四阶段退休养老 慢慢慢慢的 孩子们都长大了 一个个离开了家 再过不了几年 你也要退休了 夫妻两人 手的那么大的房子 也觉得有些寂寞 于是我们可以选择 回到市区 住回Condo 生活很方便 想到就是超市 不想做饭 就点点外卖 晚上出门 小酌移情 一年中 也可以有半年 在国外居住 不用考虑 捡草 除雪 以及水电器的问题 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 同时呢 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可能也不如以前健壮了 住在有人管理的Condo里 不需要自己打理房子 各种事情 都可以由越管理公司来处理 岂不是乐灾 这一阶段 理想的购房社区呢 有Old Audua South Old Audua East Alten Vista 阿刚捆附近等等 当然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做一个候鸟 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呢 在其他城市居住 甚至直接搬到一个 更温暖的地方 温哥华 多伦多 甚至直接回咱大三亚 这样总结下来啊 我们在渥太华度过的这一生 也算是丰富多彩 体验过各种各样的生活 以及住宅 最后呢 又回到起点 入业归根 你说 这是不是你理想的生活规划呢 所以说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买到最符合自己 这个阶段的需求的房子 使我们跨入 每一个人生新阶段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甚至可以说 买房子这一步 基本奠定了 我们这一个阶段的生活 输不输实 幸不幸福 那么如果你对渥太华 买房子这件事情上 有任何的疑问 需要任何帮助 都可以联系我们 莉莉湖地产团队 我们会根据你的需求 为你找到最适合 这个阶段的你的房子 我是莉莉 关注我的频道 让你在沃村购房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